而另外来看到五党级桃园市长候选人郑宝卿 今天是到地检署来按铃申告 要控告市长郑文灿在巴德国民运动中心的工程当中 涉嫌贪毒图利背信 郑宝卿表示918镇央在郑文灿 要求他负起责任全面检视 赘助营造承包的工程 市长候选人郑宝卿 今天上午在市议员候选人袁慧欣 陈品杰和游质兵的陪同下 到桃园地检署按铃申告 我们今天要怀着非常沉痛的心情来按这个铃 郑文灿身为桃园子弟 居然用这样的方式来回馈我们桃园的乡亲 所以我认为郑文灿有两个对不起 第一个你对不起你们巴德的乡亲 第二个郑文灿也对不起我们桃园的乡亲 郑宝卿说今天要提告的对象是桃园市长郑文灿 在巴德国民运动中心的工程中涉嫌贪毒 郑宝卿指出锐助营造不止承包巴德运动中心的工程 还有四百多亿的工程需要一一检视 承包了四百五十几亿 这么多的工程我们要不要一一去检视 它会不会带来更多的灾害 会不会带我们的人对我们市民的生命造成更大的危害 所以我们希望郑文灿能够重新检视 市政府新闻处发新闻稿重申 北景云计划巴德国民运动中心的工程 市市政府在2017年到2018年间公开招标 透过公开的评选程序 招决标过程都按照采购法和相关规定 完全合法透明 完全合法透明